10奈米級的物理性防曬 然後我們有跟 對 他擠出來是這個 潤色款 跟 不是潤色的 這不是潤色款 可是這我非常非常喜歡 那這個的話是 有顏色的 就是他擠出來是像這樣子的 比較有顏色的 所以他真的很水 很水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很水的 以往我們聽到物理性防曬 都會覺得他 推起來太黏 太滿 太滿 就容易長粉刺 對 但是他完全不會 剛剛莎莎有告訴大家 就是他推起來其實是非常 他延展性很好 然後呢 他很好吸收 然後再加上呢 其實你 用你的手的溫度啊 我自己在使用的話 其實是輕拍啦 然後輕拍 你用你的手的溫度去貼合 讓他的那個吃進你的肌膚裡面 大概過了不到一分鐘 其實他的 跟你的肌膚的顏色 就已經miss在一起了 然後你可以三四個小時補一次 都沒有問題 他都不會脫妝 然後他這個是非常清透的 他不會黏 我覺得這是我要很讚賞 就是 一般物理性防曬真的就是黏 對 但是他不保他克服了這個黏 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是 你擦完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臉是清爽 可是是透亮的 那為什麼呢 很多肌膚敏感的人 我們會推薦物理性防曬 因為物理性防曬 太有出差別了 他對於肌膚敏感 或者是你有去做醫美 有一些微創的手術 細小的看不見的手術 有齁 這邊比較粉對不對 其實都很適合物理性防曬 這兩瓶呢 看大家是要單用 還是兩瓶 MISS一起用都非常好用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這個潤色的 我們還是會建議 還是要用卸妝 對 還是要卸妝 因為他還是有加了潤色成分在裡面 稍微複雜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是兩瓶一起用 就請你一定要卸妝 對 所以這一瓶呢 是小朋友也適合的產品 這兩瓶也是我們古堡常賣的防曬產品 推薦給大家